为了总统蔡英文24号将启程前往巴拿马 国军将官晋升典礼 首次提前一个礼拜举行 这次蔡英文首度核定的将官中少将 共有37名 总共是44颗星星授尖 这次时蔡英文更提醒将官们 在肩上多颗星要多一份责任之外 更要他们不要忘记 自己刚挂上少尉军官时的心境还有报复 要扛起该阁的重弹 行经列席将官旁 总统蔡英文站上讲台 这是他上任首批核定将官 包含中将七人少将三十人 总共四十四颗星星 可是比前总统马英九上任 首次晋升人数还要多 要在场新京将官们回想起过去菜鸟一条杠石所经历过的种种能将心比心改革改变 毕竟近期不少军官因业务压力等装病自缠事件 国军形象受影响 总统韩改革国防部长更不忘耳提面命 必须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要精减业务减少加班 落实实战的技能与专业的训练 以提升工作效率 国军尊严要靠自己争取 蔡英文冯世宽每每不忘提醒 而这次晋升将官中 亮点之一也正是总统府市委长刘志斌 过去也是扁政府时期五官 熬了八年熬出两颗心 当市委长马上就要陪总统出房 压力是不是超大 我想压力是自己给自己 你说没有压力当然是没有 我当然是很关心整个总统的安危 那我刚刚前面也提了 总统的安全是首要的 因为希望他在一个很安全的态度之下 然后能够处理各样的国家终于这些大事 为了蔡英文将启程巴拉玛 刘志斌等将官首次提前一周晋升 也创了国军历年纪录 更是蔡英文视察海陆空三军一轮后 行驶三军统帅权的里程碑 欢迎新闻 廖文浦王威台北采访报道